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,美国在台协会,AIT,前处长张戴佑,Daryl N. Johnson,6月24日辞世,AIT今天发布新闻稿致哀,表达哀悼与怀念。 AIT表示,张戴佑大使担任公职多年,成就斐然,将永远怀念他。 AIT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,张戴佑大使于2018年6月24日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辞世。 张戴佑在1996年到1999年间担任AIT处长,实质美台关系的重要时刻,而他的成就卓越离台之后,张戴佑转任美国驻泰国大使, 而后并曾担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,并于苏联解体后,担任美国驻立陶宛的首任大使。 AIT说,张戴佑优异的外语能力让他有机会,与外派期间深入接触住在地的民众, 也因此有机会深刻了解并且轻力处理一般民众真正关心的议题。 AIT系数张戴佑的一生,肯定其备受同仁景仰爱戴,张戴佑取得华盛顿大学英国文学学士学位, 并在明尼苏达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后,响应甘乃迪总统的号召加入和平工作团服务。 不久后就进入国务院,第一次的外派地点为印度的梦买。 之后他也曾派驻香港、莫斯科、北京与华沙, 并曾担任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AIT表示, 张戴佑一生对外界事务好奇与求知若渴, 积极认识解决问题的态度不曾稍见。 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森打开中国大门时, 也有机会在美中关系上扮演重要角色。 并且,张戴佑在苏联势力解体前十年从事冷战外交, 也见证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与柏林围墙倒塌AIT对于张戴佑的辞世致哀, 并向家属表示哀悼,我们永远怀念他。